今天我们来到冀州岛西南郊 看起来有点偏僻 这里有个好大的Hello Kitty 这里是韩国第一间 也是规模最大的凯蒂猫主题乐园 虽然我不是Hello Kitty的粉丝 但是看到这么可爱的猫咪 然后这种粉红色 也会开心的 这就是合团 这是好玩 这是好玩 这是凯蒂猫的饭厅 好大好有规模 有钱 看看它们都吃些什么 菜 猫不是应该吃鱼的吗 时代进步 猫咪也开始讲养生了 喝啊喝啊 好大 咦 这个粉红色小门上有好多猫眼 爱八卦的红姐赶紧上去瞅一瞅 哇 看到了无限春光 从Hello Kitty的校车往外看 警察叔叔辛苦了 哇 电话亭 书房 Hello Kitty读好多书啊 这本红姐没读过 没读过也没读过 粉红色的阅读室 互动游戏 哇 碰碰碰 各种各样的模型 还有小朋友笔下的Hello Kitty 沿着走廊往上上二楼 哇 走廊都那么梦幻呢 梦幻 看到穿着各个国家民族服装的Hello Kitty凯蒂猫 这是穿着沙龙可巴亚的新加坡凯蒂猫 咦 这里可以照相耶 红姐当人不让 跟凯蒂猫照起了美照 快点收回你的魔嘴 哈哈哈哈 高跟鞋沙发 粉红色的化妆室 还有主题餐厅 从二楼往下看 看到好多Hello Kitty 飞成了圣诞树 现在我们要上三楼了 三楼呢 有一个Hello Kitty的电影放映室 看电影咯 上到屋顶 可以看到一个露天花园 还可以走迷宫呢 今天在凯蒂猫主题乐园里头啊 让我最难忘的就是这幅 远看像是水彩画的梅花 走近一看 每一朵小花 都是一个Hello Kitty的笑脸 是不是很有创意呢 哦 我太喜欢这幅画了 下次你来冀州岛 会不会也来这个Hello Kitty的 主题乐园参观一下呢 希望你参观愉快哟 感谢您的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